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i everyone 假如你买是零志云云鹤3S 你肯定为了未来也考虑了 然后想要做一些升级改进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基础的升级改进 这里左边是我所有将要用到的工具 一个这样子的RAD工具 剪刀和大力胶 首先我们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 经常我们要是拿我们的机子从三角架换到稳定器 就会费很多时间 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快装板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让至于稳定器上面快装板去适应我们的三角架 或者假设你三角架的这个快装板底座 已经可以容纳这一个智云的快装板的话 那你就不用做这个步骤 所以这个其实是价格最实惠的解决方法 来统一你的所有的快装板 让我们把这个给安装在这上面 加了一个这样子的快装板 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 其实它也是一个增高部件 这个底座按到智云的快装板上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快装板给安到我们的这个机子上面 OK 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很酷的一件事情是 三角架这边拍了一个镜头 然后我就可以很快地切换到这个快装板上面 然后直接把机子放到稳定器上面 下一步 你想要改进你的稳定器 其中一个原因也有可能是 你下一个项目会用大型一点的机子来拍摄 所以让我们给它也加上一个延长臂 在这个地方我们将要把延长臂给安装上去 在哪怕最实惠的套餐里面 智云云鹤3SE 它也会给你包含这个延长臂 我们将要把这里的四个螺丝先给拧开 第一把这个部位往这个方向轻微地推出来 一定要小心这儿还有一根线连着它 然后这是我们的延长臂 我们就像乐高一样把它给拼上去 好 然后这个轻轻地从这边绕过来 然后也安装上去 这里有一个就是保护线的一个罩子 然后把这个部件稍微打开一点点 让我们这个保护线的这个盖子塞进来 然后把它再给合上 把几个螺丝赶紧给固定上 我不会把它们直接拧得特别死 而是先差不多让它们先对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让它安全 OK 那么延长臂就已经成功安上去了 我们能看到这下我们对我们的大型一点的机子 有足够的空间比之前相比 那么假如你用的是大型机子的话 经常从地上拿起来会是很累的 所以你要是有机会有一个第二个简易手柄的话 强烈推荐 我们在这里 再把它给安上去 好 继续把底座安上去 OK 这个的好处是你要是再拿大型一点的机子 然后从底上拿起来的时候就有两个好的位置 能更扎实一些也更舒服一些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假如你哪怕不用大机子拍 你用小型的机子拍 你只要在这儿延长了后 你可以更容易拍一些高角度的一些拍摄 下一步 一个经常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挺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很多时候 其实不太想要把它给全部都拆开 然后放进一个箱子里面 你也想要拿它比如说登个山 然后很方便 然后又想要随时都拿出来拍 那么这时候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用一个背带 我们可以拿这个四分之一螺丝转钥匙带圈 或者可以挂扣的一个部件的这种方式 我们把这一个安装到这个地方 但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螺丝大小不对 所以我们将需要一个转接头 这个转接头我们先在这儿安装 接下来把我们的扣环也给按上去 另外一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底座 我们需要在这里有一个可以扣住的位置 这时候我会推荐拿一根比如说绳子 在这里形成一个可以扣链的地方 可以把它给这样子弄紧 然后我们把它给这样子安好 然后我们需要像这种内心的背带 它这儿有这种扣子 我们在这边可以来一个 在底下也可以来一个 然后假如我们现在要去登山了 你就可以把相机大概这样子收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背上 直接去登山了 然后当然很重要的是 不只是稳定器的改进 而是你也需要带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在现场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你要能有机会快速的去解决它 那么现在我会推荐大家一些 我会强烈推荐在现场要带的东西 首先肯定是这样类似这种工具 因为你经常会发现 这个快装板还得再拧一下 或者哪个螺丝有点松了 你可以这样子去修它 另外肯定一定要给自己再备用三块电池 当你在上面有很多线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魔术贴的方式 把这些线给狠狠的好好的给捆起来 除此之外 HTMI线特别重要 这里我们能看到我也有不同的类型 像比如mini HMI micro HDMI 和正常大的HTMI 你要是也不想带太多线 你也可以背一些HTMI的转接头 你可以拿一个这样子的90度转接 也特别实用 OK最后一个我个人觉得 打包行李的时候 然后也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为你的稳定器去保护它 我会强烈推荐这种泡沫纸 That's basically it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稳定器的 一个初步基础的改进方式 你们也可以在评论里告诉 你们还会做哪些改进